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,台南七股养殖渔民本月9日北上行政院抗议渔电共生政策,让他们租金大幅增长,甚至租不到渔温,前台南县长苏冠志昨日也声援渔民,更抨击旧部署,立委黄伟哲对地方的困难莫不关心,显然失职。 对此,黄伟哲表示,对这些问题早就有关心且提出书面质询,并非如特定人士所质疑的莫不关心。 苏焕智表示,虽然发展太阳能与光电产业是未来的世界趋势,但政府应该以保障渔民的工作权、生存权为优先,所以渔温种电应以兼职荒废的渔温危险,尤其西谷、北门及江军等区,还有近一万公顷的岩滩的可作太阳光电的基地,只是受限于不合理的湿地保护法。 因此行政院因检讨相关显示。 此外,苏焕智也批评黄伟哲,指其身为旗鼓选出的立委,却对地方民众的困难莫不关心,显然失职。 对此,黄伟哲回应,他对这些问题早有关心,并且在6月14日,立院休会期就有提出书面质询, 但因现在是休会期间,因此公报尚未刊登,所以并非如特定人士所质疑的莫不关心。 对? 对啊